由于最近65岁以上的长者通报肺炎的状况有所增加 为了提高长辈的疫苗保护力 新竹市卫生局组成了一支医疗团队 前进新竹市几个重点社区 为长辈施打肺炎链球菌 以及新冠肺炎XBB等两种疫苗 希望让长辈的身体更健康更有抵抗力 现在目前的状况事实上 我们在新竹市通报的个案当中 仍然针对一个长者肺炎的疾病是有比较高的比例 特别是在65岁以上的长辈 所以我们这次才会希望能够在社区来 为长辈来做一个疫苗施打的服务 新竹市卫生局指出65岁以上或高风险的民众 建议都要接种疫苗 但举凡6个月以上的民众 只要有意愿也都可以接受施打 才能够提高整体社会的保护力 其实只要是6个月以上的针对新冠疫情 我们都建议来施打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变异株的一个病毒 如果能够施打的话 对自己的保护力是最好的 特别针对65岁以上 或者是有高风险的机构的住民 我们也希望他们来施打 因为他们就是高风险的对象 卫生局也表示 现在想要施打疫苗很方便 新竹市三区卫生所都有提供接种的服务 民众只要在营运时间前往 都可以快速的完成接种 我们打疫苗在新竹市可以在三区卫生所 打针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九点到十一点都可以来施打 那针对其他的医疗医疗所的话 就可以上我们新竹市卫生局的官网 有一个疫苗专区 可以搜寻到诊所或者是医院施打的时间 随着新冠疫情的趋缓民众的防疫意识逐渐降低 但卫生局提醒新冠病毒的变异株病毒持续再改变 想要对抗病毒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是最有效的方法 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